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由謝忻吳俊傑教授 帶來將體驗演講 吳教授長期投入海洋生態與觀光休閒相關的研討會結論文 吳教授將與大家分享 離海創生 場觀學協作案例分享 讓我們掌聲歡迎吳教授 我們最近的房署長 陳檢察長 財經理 保養的署經理 房署單單位 陳署長 還有陳局長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農務企業界的各位導覽 我是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的胡俊傑 那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博科大跟保養 共同執行守護海洋系列活動 特別是在商交富裕這一塊的一個繼承 那我們是從離海跟創生的角度 藉由產商學的合作 來跟大家這個報告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有關於 我們的問題發現一直到我們設定的目標 我們的幾經過面 還有我們的方法跟心法 那當然整個重點就會在協同合作 那其實在台灣 我們從總統和小學生都會說 他也是我們的母親 可是當我們希望能夠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然後有時候甚至於是以生命財產安全當借口 或者是滿足我們的口腹支援的時候 才會為這個母親帶來很多的困擾 甚至於是傷害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就是不管任何媽媽 她的能力跟支援都是有限的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兒女越來越長 然後越來越貪男的習慣 虛屬而低 牠其實就受不了 所以整個海洋生態的服務系統跟社會系統 就會產生問題 因為海洋要提供服務 不是只有人類 還有這些魚蝦蟹背等等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覺得我們朋友應該怎麼處理 有時候會想說 老師這個稅務是我丟的 我也知道不是你丟的 因為也不是我丟的 可是我們住在旁邊 我們就必須要去面對 因為就像是 這個媽媽 是你阿公的媽媽 你爸的媽媽 你的媽媽 你兒子的媽媽 跟你孫子的媽媽 所以你要一直下蹲下去 那只有一個法則叫做永續 所以當我99年到同課大服務的時候 我都會帶有個學生去 叫我問什麼 你都叫我問什麼 他們說老師 你怎麼都帶我們來敬開 我跟他說海洋油氣性 如果沒有漂亮的沙灘 就會有好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接受了 那麼後來呢 我們任何的單位社會企業 我們都會一起去合作 到社區 到任何地方去敬灘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 我還好 我們經理大了一個 就是跟你們說 我老師 我們希望能夠跟你一起做 這件事情 我好感動 所以我們就做到大半年 到處敬灘 到處親往 守不可言 我們覺得我們做得非常好 一直到有一天 學生拿了一個電話給我說 老師 我們進了那麼多的攤 結果我們還是不能工作 為什麼 因為社區要把我們這個沙灘風情的人 我們才覺得說 其實我們應該做得更多 那我就跟馬友說 我們應該要走進社區 然後呢 跟政府有更多的合作 所以在前年我們利用 同管處在 倡訪這個生態委員的機會 那我們希望能夠 把廚藝這個部分 更進一步做到心靈 那就是進一步做到 因為我們講的主題 怎麼樣透過一海的創設 所以整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在環境的 這個生態跟產類的發展當中 取得一個平可 剛剛書長有提到 其實我們要保管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是 叫做海洋保護區 可是當這個地方有人在的時候 我們要去做很單純的保護區 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呢 我們就把離海的這個概念 跟創生的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跟日本群過來 帶進來 那你要問我說什麼 這個離海 很難一下子跟大家解釋清楚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就是我們現在這些叛逆的 人女怎麼樣 對海洋這個媽媽 好一點 回復跟她的關係 早期我們在這地方做得非常好 可是當我們的人 開始貪婪的時候 就哇 那什麼叫做創生 就是海洋母親把朋友 當我們生下來的時候 給他很多天賦和地品 但是呢 當然他也有脆弱的地方 像同我們的海洋生物 都要去看 可是也很脆弱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去運用 就很重要 所以透過離海跟創生 我們大概就可以去達到 剛才講到的 處理跟清理 這樣子的概念 當然這裡頭有很多的交互作用 非常複雜 但是我這邊強調的就是 創造這個部分 特別是在我們這種 離島偏鄉 南無事業 那樣的Triple-D部分 我們怎樣去利用 非常有限的資源 然後呢 創造更大的效能 而且要緊張 不管你衝擊 這是我們今天特別去強調的 所以我們利用同管處的這個計畫 剛才我們廠長也提到 廠長其實就是同山路教的土地公 那我們在這邊 唐灣做了很多的山路教 那麼在去年跟前年 來了超多的人 有時候一天會超過六七百的大海灣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地方的壓力很大 所以呢 剛好處希望能夠去做福東軍 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我們也了解到說 其實潛水這個產地在未來 會做得非常好的時候 於是我們就希望能夠去落實 怎麼樣對環境穿起最小 然後產生效益最大的 這點範 他們因此也制定了很多的工作項目 這個計畫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透過潛水 然後呢 把山水這個地方呢 打造成一個 很多人喜歡來這邊 潛水的一個場域 更有機會可以做成一個點範 所以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自己設定了四個主要的目標 第一個 我們希望能夠讓遊客能力 第二個 業者要能夠賺錢 第三個 社區要能夠收入 當然不管是業者 或者是遊客 或者是社區 他們這些人在互動的 我們講interaction 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能夠讓生態有去發展 也就是說 我們要去確保 山水這個地方的生物多樣性 維複恆湖海洋的基礎生產力 那這個講起來其實也是 滿簡單 但是並不是那麼容易 最難的地方 其實是 心法的物色方法 我跟老闆說 講說 你要搞定這件事情 你要搞定所有的利害關係 我們講 stackholder叫賭兜 那利害關係 我們叫stackholder 我們還叫賭兜 為什麼 因為彼此有利害的關係 互相有通信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山水式的群 那當然我們的 總養繁殖廠 它是提供商務的總養 管理所有商務的業務 那麼當然還有很多的NGO 還有學校研究的單位 那麼更重要的就是 一群剛剛被趕出山水的業場 那他們很困擾 那麼當然還有核心的企業 我們怎麼樣能夠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特別是在海洋永續 跟所謂的責任生產與消費 另外還有工作機會方面 最主要的就是 要從山水來著手 透過所謂的collaboration 我們講的這個協同合作 來達到回復海洋生態系統的一個目的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針對山水水下做很多的料查 那除了我們的標的山水瓶港之外 我們也針對周邊的航運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去了解 當地的這些特色 那當然除了海洋的這些資源之外 並不足夠來達到我們剛剛講的目標 所以我們也針對山水的 所謂通過民情 然後呢 周邊的這些旅遊資源進行調查 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透過價值 我們這個叫做suttle 就是那個名字 透過這個價值的創造 然後來發展所謂的 社開潛水跟潛水 那這個部分 獲得了這個業者很多的共識之後 第一件事情要去處理的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跟山水社區的溫通 然後達到一個公司 所以在未來怎樣去 有一個更好的規範跟管理 透過這個民營大會溝通之後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 為當地規劃了一個 一開始的一個衝動一點 就是包括停車的溫體 那當然最後我們 其實還是要回歸到 海裡頭的這個保育樂部 那所謂保育就是 就是現在有一個我們要把它燃起來 失去了我們要把它找回來 那怎麼做 那當然就是透過總教廠的協助 把當地的這些物種再找回來 那我們為了解釋這些事情 我們見過一個平台 就是剛才提到的太極生泰礁 那這個生泰礁其實是找 山水當地一個標誌的雕刻師 叫神四五 那為什麼用太極 太極生泰礁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所有的政府業者 都盡了 很厲害的關係 那為了要去 讓當地能夠把所謂的 海洋守護變成日常生活 甚至是一種文化 我們也開辦了一些 資工的課程 甚至於 跟我們同學的經費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那邊設置一個生泰礁 那為什麼用太極 其實最主要就是請太極那個幻物出使 然後呢 生生不息也容易 那也利用太極這個太極的打拳 這個模式 以劉克剛去把當地的這個 比較極的洋流去把它劃成這樣 那設置了這個太極生泰礁之後 我們也希望後面 不管是太極的上市、下市 十三市、二十四市 它會一直擴散 所以從近程到遠程 我們有一定的想法 經過了跟列者的流通通話 那並且去進行了一些嘗試 那這些嘗試的這些遊客 基本上會給予很高的評價 對於怎樣能夠善盡 他們自己在遊艙上面 是會值得也有高目的認同 那當然最後我們把慘觀 大家選和合在一起 建構了一個平台 做長期的溝通 像我們這個月 在十幾號的時候 會開今年的電視會議 針對當地的行銷推廣 還有我們今年在 我們表住在那邊設了四座 保養設了兩座 這些業者的任量 以後怎麼去發展 我們以前 利用沙虹膠是踏浪 踏浪就是一個人收買 所以要快去把所有的材料都踩死 對不對 那叫踏浪 我不要大家有意見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 業者的六收兩千塊 趕快三千塊 帶他們去中山 就要去上山 所以當然收的幾天錢 除了業者破滅之後 他就可以回到這個社群 好 那這個就是希望過去落實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四個目標 那我們也透過了整個花療會 把這件事情做一個公布 其實剛剛很不錯的迴響 那麼後來這個案子 變成我們交通部 跟光署組的一個戰略計畫 那麼我們希望持續能夠 擴大影響 希望更多社會的參與 讓這個善的循環能夠持續進行下去 其實我今天的結論就是說 產業跟光署它是可以達到一個平和的 那如果你把光署這個位置 擺放的地方不一樣 它達到的效果就不一樣 如果說產業是2 光署是3 2加3會是等於5 那個叫生態光署 2乘3會是等於6 但是2的三勝方就會等於8 如果你再把光署放得更大 是10 或者是20 它就會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們這個太極 經過去年的觀察 他活得非常好 非常穩定 然後我們3月份再去看的時候 太極長得更大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是在感動 那總之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跟這個海洋母親都多明星的話 然後呢 有更多人願意去參與協中合作的話 不只是刪除 整個頭部的發展是有無限的可能 那在此也有限 欲望無權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其實只要去 用所謂的國際視頻 順應我們的國情 利用地方視頻 做正確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今天講 以海到創生 那麼其實整個產業的發展 都會非常有影響 那特別在這下那個報告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主持 我們希望企業在橫湖賺錢的核實 也要對於環境 對於社會 對於自己的事領 盡量要更責任 那特別是如果能夠共同參與 其實我覺得很佩服保養 也就是說 保養在這邊 一年充不了多少錢 他一年在美國裡 要幫你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同步的企業 更應該要善盡 你們在這邊的一個責任 那這個是我簡單的報告 也請各位讀的指教 謝謝